字幕提供 今集又繼續我們的歷史名鏡 其實說真的 究竟名鏡這個字 懂不懂用呢? 如果支鏡禁西非里的話 那麼當年就不會停產 其實這一點 沒有人可以反駁得到 我只能說如果你追求 完美畫質的話 買新鏡吧! 沒有花時間找到古董鏡 又說電影鏡 差不多電影鏡全部都要改 有時改到六神合體 脫皮脫骨 如果真的要改機 改鏡的話 我個人來說 改鏡的手工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遠遠比這支鏡 玻璃漂亮與不漂亮 假的這麼說 如果這支鏡影出來 非常神的 但是你對不到招 打托嗎? 試機試機的其中一個指定動作 就是拍自己做捏魚 現在相機放在地上 就是草地上 所以你看到白色的 是草 這部Black Magic是M43 我們喜歡玩散景的人 整天都營著全鏡才有散景 我後面那棵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散景 其實真的不要太誣 說M43 Full Frame 還是Medium Format 都是照樣拍的 講回這支曲子鏡 這支鏡的系列 是叫做Technic Color 大家一聽到Technic Color 這個字 就立即形成是被彩色用 那顏色一定會很嚴厲 我在Facebook都有說過 如果觀眾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建議大家趕快去Facebook 不如加入我們的群組 Anyway 在Facebook有說過 這支鏡原來是被黑白粉絲用的 而Technic Color 是一間公司的名字 專門研發拍到彩色的相機 其實是一九一幾年開始 不少公司開始研發或研究彩色粉絲 例如 沖完的粉絲他們會用手上色 再用Projector來播放 說真的出來的效果都有點古怪怪的 直至1932年 Technic Color相機 研發了用三條黑白的粉絲 同一時期的影 然後再用不同的衝照方法 去帶出顏色 然後三張就炒一碟 去拿彩色的感覺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放一條鈴鐺在下面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一看 眨眼看這支鏡 覺得真的沒什麼 外上也有點麻煩 但我會說這支鏡 改得非常好 這支鏡是改去M-mount 吸引也是準確的 Focusing Barrel夠順 如果真的要挑的 我就延拒沒有marking 完全沒有Apitude Value 也沒有Distance measurement 沒有這些marking 是否問題很大呢 老實說又不是的 用過這麼多支所謂的電影鏡 我對這支鏡 我對這支鏡 感覺挺好的 絕對不是因為 它全面有多鎖 或者散鏡有多漂亮 因為不認真 很多鏡都散鏡很迷人 我喜歡這支鏡 因為我用到它去掃街 大家放心 一定有相片想看 其實我們出的影片 相對來說都慢了 為甚麼呢 是因為要儲相 要出街拍照 如果只是吹水喝咖啡的話 早上拍完 晚上都可以出到影片 剛才都說了 因為這支鏡是technic color 我就特地用黑白 Monochrome來拍照 我儘量想在不同的光源之下 去試這支鏡 全開和收光圈都有試 我自己都想知道這支鏡 的特性是甚麼 全開1.7 就典型的blurblur 或者有些少許glow 有迷影的散鏡就一定 問題是這支鏡的 對其他鏡的 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這個我真的看不出了 只看散鏡 我無法分別用哪支鏡去拍 那麼多的攝影題材之中 我只有對Street Photography 是有興趣的 我個人是不主張 全開去拍Street Photography 為甚麼呢 答案是很簡單 因為你會失去很多東西 就拿個譬如 如果我用全開拍前面這位哥哥仔 後面看著鏡頭位哥哥仔 就會完全blur 簡單這樣說 過分依賴大光圈來拍照 你會失去很多東西 那數假是否一定要收光圈呢 又不是 可以用散鏡來帶出主體 誰說主體一定要Sharp 這支鏡有大光圈 最大的Advantage 就是這裏 你有選擇權 作為一個掃姦外耗者 我們最重要是收放自如 知道甚麼時候打光圈 知道甚麼時候要收光圈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支鏡是扣不到Full Frame的 當年TechnicColor 原來出過兩種方式 一個是35mm 即是俗稱Full Frame 另一個方式是16mm 在尺寸來說 16mm的Phylm尺寸 是遠遠小於M43的感應器 我又想知道 究竟能否蓋到M43的感應器 我又去維園拍攝自己做瑜伽 今次我用收光圈收到5.6 我看到甚麼 大家都看到甚麼 究竟這支鏡算不算蓋到M43呢 你或許會問蓋到又如何 蓋到又如何 說真的 當年為甚麼Cooks會做支鏡比16mm呢 說真的 無從稽後 只可以說是生意上的決定 除非今時今日有一個 Official Statement from Cooks 否則我只是靠股 就好像股票評論員 下個月的股票升年跌 得個夠取 但有一件事 今時今日二手鏡的價錢 除了這支鏡頭幾刊之外 能否蓋到全鏡頭 都會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裏面 譬如我都有一支Cooks電影鏡 它是C-mount 我的C-mount電影鏡 相比起這支 Jetful的Cooks鏡 就真的天同地了 我個人是絕對信奉自由市場的 佐治仔覺得這支鏡頭值十萬元 但Peter仔覺得兩千元都不值 簡單這樣說 你覺得不值就不要買 我盡量找這支鏡頭的資料 但甚麼都找不到 但我見過有人寫出來 這支鏡頭是蓋到全鏡頭的 說真的 如果你全開1.7感影 或者真的會有錯覺 覺得這支鏡頭是蓋到的 甚麼叫做試機試鏡 當然是全開1.7感影 收光圈的去拍才是為了試 現在我就用Liker SL來拍 相機拍照是全鏡頭 拍片會有Croping 去到Super 35的尺寸 對呀 Super 35和全鏡頭不同 亦都比M43大 Sensor尺寸或Phillim尺寸 真是軟軟軟軟軟軟 其實這些對一般攝影外耗者 其實真的不重要 但如果你喜歡玩舊的 又對電影鏡事不幸的話 知多一點是沒有壞的 就像現在這樣 用Liker SL拍的角是 blur的 就這樣 有位影友師傅到 他說16mm的鏡頭 不應該用全鏡頭 我們上學時 老師會教我們ABC 之後有D和E 不阻業之後 我們至少要懂得砌ABCD E F U C K 嗯哼 攝影你甚麼 證實你是專業也好 業餘也好 證如我們亂拍都好 真是不需要太執著 其實可以放鬆地去拍 或是看一件事 如果真的要執著某些事 一張照片的好語畫 是完全不關鏡畫步上何時 你說是嗎? 哥們全聞 天陰陰或Late Afternoon 是用電影鏡的最好時候 那究竟是不是呢? 看完照片你說是吧 我自己就喜歡用這支鏡拍黑白 用這支鏡來玩古招是很過癮的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的常規鏡 是35mm Summerron Summerron 的鏡子 是 corner to corner 都有 sharpness 上方這支曲可以玩到一些假的散景 幸好有試,不試又怎知道 這些是試機試鏡的照片 任何人有照片都能拍到 我們會繼續這個歷史名鏡系列 我心想只此一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訂閱我們 這集就到這裏,下集再見